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目前來說我這個神力騎兵每天都有玩 那一天解任務的時間大概是二三十分鐘 不算...就是普通啦 不算短齁 那比較花時間的大概就是這個鏡像齁 每天要打12次 然後這個競技場啊 這個搭配活動的戰鬥 還有這個遠征啊齁 每兩天一次齁這邊花了一些時間 那不過呢 每天遊戲的這個成長還是蠻明顯的齁 那我本來想說就是 錄個儲值的影片 就是說當我卡到某一個地方真的很卡的時候 然後儲值一下是不是就衝過去了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些哪些CP值的齁 結果發現說沒有耶 就是大概卡一天齁 每天他給的資源其實都升蠻多的 像這個鏡像空間齁 打完之後呢 其實你的這個神器齁都可以升蠻多級的 然後這個原石也可以升級 那原石的話 我就是無腦升這個無盡著樂原石齁 因為這個的話 對這個破擊啊 還有這個額外造成的這個燃燒的效果齁 對這個主輸出手齁傷害增加很多 那我一開始呢 也就是把眉升到六星齁 這個紅色的星星代表六星 因為一開始是一星嘛 然後這邊到五星 五星再上去就變六星 但是六星上去就很困難齁 因為這個升星的話 好像也是跟放置奇兵一樣的這個升星的概念齁 六星的話你就要吃一個任意的六星齁 他並不是說你一定要吃光系的六星 應該是吧 應該是任意的角色的六星齁 所以你可以去升肥料這樣子 所以呢 我現在角色是卡在六星這樣子 那六七八九十到十星之後呢 角色才會開第四個技能 那當然這個每升一星呢 角色的屬性會有大幅的提升 那當時我有看到很多玩家是卡十八至五十 那我也沒什麼卡齁 那玩到現在也大概就是兩個禮拜時間 然後可以看到嘛 都還沒有出資 所以說這個前面的這個升級是還蠻平順的 那另外呢 現在雖然說我一開始是練煤 不過呢如果說你有加入一些群組 或是看大家分享的話 火鹿齁應該是這個大家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意外齁 就是主推的這個這個角色 所以我也現在正在開始練這個火鹿齁 然後星月青菜也放入火鹿 先把它升到這個這個怎麼講 六星再說 那我也現在開始把支援啊 神器支援都開始點他的這個攻擊 所以現在火鹿變成是我的這個第二輸出手 所以我在過關的時候啊 這個過十八至五十的時候 我的陣容是這個樣子 我原本是放五個光線的角色 然後梅是我的主輸出手 我是把光彈放在後面 所以可以看到 梅依舊是我的主輸出手 不過火鹿已經是這個是第二輸出手了 然後接下來呢 我應該就比較不會培養這個梅 然後就是這個把所有的這個神器都灌給這個火鹿齁 那至於說天使的話 就是這個新手活動有 有送嘛 然後就繼續練 然後一個光奶 光奶就是續航力 因為你打遺跡啊 然後打遠征啊 這些都要續航力齁 所以說這個光奶 然後跟光毯這樣子 那至於說寵物的話呢 寵物的話你在打這個這個什麼 這個叫什麼 四鍊之塔齁 你在推四鍊之塔的時候 你可以獲得一些這個蛋蛋齁 我們來看後 就是這個東西 呃 原先你只有一隻寵物嘛 那這個蛋蛋齁 你看 他會慢慢的在這些每個機制中獲得 你可以自由去選擇 那一開始呢 每回合呢 這個會會啟動一隻這個 這個怎麼講 這個叫魔靈的這個技能 然後呢 那一隻魔靈呢 他要冷卻 大概好 好像是三回合吧 所以說呢 你一開始的話 你要先啟動三隻魔靈 這樣子呢 你這樣子三回合 都會有魔靈的這個效果 那啟動魔靈呢 這就是在這個地方齁 這邊有一個魔靈小屋 那這邊是花50個碎片就可以啟動 那如果說 你這個完全靠 靠掛網或是機制的話 其實很慢 那不過呢 因為說其他的機制 他會用這個碎片 所以說你可以先 先用這個碎片 先湊足50個齁 先開三個魔靈 至少你每一回合 都會啟動這個魔靈的這個技能齁 那魔靈的話呢 我這邊可能還要再看一下說 大家這個討論是如何 那我現在選擇的三隻魔靈齁 這個第一個齁 獨角魔羊 這個不用講了嘛 這個就是 新手一定會有的這一隻 那我覺得 進化 簡易效果這個很重要齁 然後又可以上護盾 所以我覺得這隻很重要 然後第二個魔靈 我選的是補血齁 也是一樣補師齁 跟續航力有關係 好那第三個魔靈呢 我選擇的是這個沉默齁 因為 我覺得控場是蠻重要的 可能是為了PK啊 或是 再打一些這種 這個 這個針對性的這個戰鬥齁 所以我覺得我選擇的是這個 這個 蘑菇包子齁 他可以去沉默蝶 那另外兩隻呢 他的這個屬性就是 偏這種 純攻擊的角色 也許 也許這個不錯齁 平均 平均實化增值傷害 也許在打高傷這個會有 會比較有效齁 但是我現在目前是選這三隻 好那選完之後呢 這個 目前 18-10 欸 19-10 有點卡關 我們試試看齁 那這個也是我18-15的這個陣容齁 多刷幾次這樣子 來看看這個傷害量是如何齁 呃 煤依舊是最高的齁 然後 我們看一下換個位置行不行齁 我把火路 我把煤換到後面去 坦克放在前面 有時候你光坦可以換個位置試試看齁 要讓煤火久一點 呃 看一下齁 喔 煤的傷害有增加齁 我大概就是這樣子齁 換個位置或是換個角色 然後主要就是看 輸出手的攻擊力有沒有打出來 然後多刷幾次這樣子 哎呀不行齁 好啦不行就再試試看吧 哇這一次齁 這一次好像受傷比較多喔 這個 這個才打不到一半齁 好啦沒關係齁 反正就是每天生個幾星齁 刷著刷著就過了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部落戰齁 部落戰的話呢 我覺得 我覺得蠻像那個烈火戰技的 烈火戰技的那個 那個獅子 獅子戰爭齁 他就是一開始呢 你要把那個什麼 人物放到這個 這個這個 住房的這個要塞裡面 然後就是去打這樣子 那至於說會長他可以 自由的選擇哪些角色要放到要塞 然後一天可以進攻十次齁 蠻多的 那我們來看齁 這個 這個我打得贏嗎 有這個的話 我好像 我好像 我應該打得贏吧 我們來看看齁 我們用我的這個推圖的角色 為什麼不能上火 這一次要上三隊是不是 好 沒關係 打得贏嗎 不知道呢 試試看齁 好 那就這個樣子齁 下一隊 下一隊 隨便上啦 我們試試看可以打贏嗎 打贏的話是扣30點 30點嗎 直接跳過 啊 輸了 獎勵還有這個傳說級英雄行使喔 那打不過的話我們不要浪費次數齁 我們去打別人 打這邊齁 這邊齁 每次拆除扣30點耐久 因為這邊沒有擺人 所以說你打個三次他就直接爆掉這樣子 那這邊剩最後一個齁 我是不是應該去挑戰他 可是打贏的話 如果說敵人有 欸 不對喔 他耐久是滿的耶 所以說 我剛打輸的話 其實 其實那個 他完全沒有扣耐久耶 那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什麼 這個烈火戰技的那個不大一樣 因為烈火戰技的話 他是你就算是去撞他 他也會損失一點點的這個 這個懲罰 但是在這個的話 如果說你打輸的話 他就完全不會扣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們可以調整一下齁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他戰力最強是第二隊 那我把戰力最弱的 放到第二隊 然後我用我的這個 次高的這個戰力去對他第三隊 這樣子看可不可以蒙贏喔 應該是三戰兩勝就可以了吧 應該啦 這樣子齁 欸 這樣就獲勝了齁 然後呢 我這樣子扣他多少成防 削弱士氣15齁 15 15喔 那士氣有多少 75 所以我要再打5次 好 那我就幫工會的人打一打吧 然後最後面就是打本城嘛 不過好像也不用把外面都打完 才打本城 你把外面的那個要塞打完呢 這個這個本陣他會 他會這個減少一些這個buff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部落戰啦 然後就是 一樣是比人多 然後比誰的這個 怎麼講 比誰的這個這個 這個 部落的成員啊 等級強這樣子喔 所以說他那外面那個要塞呢 主要是會給這個本城增加這個buff 那你如果說把那個本 這個外面的要塞全部都打破之後呢 這個本城的這個buff就會消失這樣 如果說你想要直接 直接指導黃龍去打這個本陣的話 你如果夠強的話也是可以啦 因為反正那個buff對你來說 也沒什麼差 那你可以直接就是打人家本城 那把那個本城打掉之後呢 應該分數就會加比較多 好 我們先把這個要塞給打掉 這個要塞會提供什麼呢 同仇敵愷是不是 或組成所有英雄獲得自己 最大生命值100%的護盾 很多喔 好這樣子 因為這個 我們還是幫忙打一下 因為我如果說實力打得過的話 那我們就是實力高的當然是要去打對方實力高的 然後那個實力低的呢 就去清這種有沒有 就去拆這種層次 因為人已經被打掉了嘛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直接去拆他的這個耐久盾 好已經沒有人了 正好進攻次數是三次 兩次一次 好拆掉了 那這個層就拆掉了 這樣子他的主層就少一個buff了 那至於說這邊的話呢 如果說你是比較弱的玩家 你打這邊助手的人打不贏 沒有關係 打不贏沒關係 你就去用這個次數呢 把這些空地給拆掉 這樣子也算是有貢獻 好那看來我們的這個部落 比較比較弱一點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是有參加就好 好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什麼珠寶工坊 珠寶工坊之前沒有什麼特別弱 他就是怎麼講呢 好像他會越來越 這個怎麼講 等級越來越開越高 然後你就不斷的這個進階 可以去刷出一些比較好的珠寶 然後去更換 譬如說我們這樣子 隨著這個遊戲的進行 跟你每天參加一些這個工會的 工會的活動都可以獲得這個資源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應該獲得一些新的這個珠寶了 這個好像比較好一點 我們更換 提升屬性這個樣子 然後呢 舊的呢 舊的好像就只有分解掉 分解掉 分解掉就是變成是這個 一些資源 這樣子 然後我們看 60級解鎖 30級解鎖 哇這還早耶 哇這升級要升級好多喔 然後 然後這個這個金色的珠寶 他加的是什麼 混沌幽暗之類的 好那譬如說我這個珠寶 他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再回去 我們再回去這個珠寶工坊 好那現在我已經到了這個等級2 但是玩家等級還沒到 所以我再回去喔 我們去升 升一下這個暗系的 看可不可以 看可不可以 弄出一些比較高階的這個珠寶 17次內 先 先換一些品質比較好的 50%是普通的 欸這是金色的嗎 看起來好像是金色的耶 好看一下喔 我們要選擇暗系的嘛 這邊 然後 這邊 唉唷 我有個金色的 哇 加很多東西喔 更換 喔更換 然後就提升了這樣子 好 然後這個多的 一鍵分解 好 全部都分解掉 OK 好 來看一下齁 這樣子按的話 我是使用 呃 這是什麼東西啊 金色的 這一個 屬性 好 我們再洗一洗喔 珠寶工坊 火焰的 這是一階的 他每一次洗出傳說 傳說級的品質的這個珠寶 他就會直接直接從事20次這樣子 但是這應該是全體的加成吧 好 刷到了齁 你看 他又變成20次了 好 既然刷到之後呢 我們就 我們就直接裝備吧 剛剛是火的嘛 對不對 然後珠寶升級這樣子 好 更換 加38011 全體喔 這是全體的 雖然說也搞不是很清楚 但是就是這個樣子 好 裝備上去了 有沒有什麼什麼東西呢 呃 這樣子 就是好的珠寶 他的屬性會 屬性條應該是比較多一點 綠色的 綠色已經到二階了 藍色的齁 你看 只有四條耶 所以說看來我的藍色 還可以再 再強化一點點 來來來來 我們剩下藍色的 我們藍色的珠寶 再給他強化一點 然後呢 等到玩家等級高一點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資源去 去 去 去打造這些什麼二階 三階的這個珠寶 不用現在全部全部都把它花光光 藍色的齁 我們先把它刷到一個這個傳說級品質的這個珠寶 這樣子我覺得就夠了 然後剩下這些點數呢 我覺得就留著 留著等到你的玩家等級慢慢提高之後呢 你再繼續換二階的 好等一下喔 15次 不知道可以跳過動畫 13次 好 沒關係 我們的目標是傳說級品質喔 不到傳說不停值 傳說級品質 然後過了18張還會開一個新的那個任務 等一下我們去看一下那個任務 啊沒有啊 天啊要保底了 六次 剛剛很快就出現了 我們直接看這個就可以知道說到底有沒有打造出傳說級品質的 四次 哇沒有 三次 兩次 哎呀保底了 一次 百分之百有沒有 齁 好啦 出了出了出了 OK好 那沒有關係齁 我們就把它換一下 珠寶 然後是藍色的 藍色這邊齁 我們更換一下 這一個 哇這個洗好久喔 更換 喔加21098後站立 然後把這個地方一鍵分解 分解掉 好啦 那所以說這樣子呢 嗯 我剛剛打不過嘛 會不會刷一下就過了呢 換了幾個珠寶 影響 影響那麼大嗎 欸 還是輸 還是輸喔 好 我們再 再換個位置看看 躲到左邊去 好像也沒什麼差齁 再看一下喔 哎呀 還是不行 傷害呢 三六六四八五 欸 我覺得 我覺得 我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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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的傷害上來了 我覺得 我只要沒再來個暴擊啊 怎樣就可以過去了喔 對啊 他們兩個傷害上來了 我這樣洗洗珠寶 我覺得 這兩個的傷害有上來 如果說把 把梅帕放到前面 坦克放到後面去 還是不行的話 你把那個魔靈啊 他的那個技能 換個位置 啊 放前面完全不行有沒有 你看那個梅傷害 完全掉下來 這代表什麼 代表他放在前面死太快了 所以說這個 傷害打不出來 梅畢竟他 他是屬於戰士 還是坦不住的齁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梅 躲在後面喔 他必須要有 他必須要能夠活久一點 他才可以輸出 好 那如果這樣不行的話呢 那就 我們來換換看齁 我們換個位置齁 一開始就補血 或是一開始就沉沒 第一回合應該是他啦 然後我們讓補血變成第三回合 這樣行嗎 再看一下傷害 喔喔 沒的傷害上來了齁 不知道這樣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那個 那一隻羊啊 開場給護盾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喔 哎呀 還是不行 好了 那這個 就到時候再刷刷看吧 或者是說 把今天的任務解完呢 然後再點一下活路的這個 神器齁 也許這個傷害上去就過去了 啊這個 這只剩18萬了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齁 可以直接跳過戰鬥 這個還蠻爽的 啊最後一次 啊沒有 啊沒關係齁 卡關也不是說這個會卡很久齁 我相信每天解一解就過去了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過了18張 他會多了一個這個寶庫的齁 聖物寶庫 好他這個是說 你這個達成一些條件呢 就可以獲得一些道具 那你就是解完 應該說這個 就是多多獲得一些獎勵這樣子 那下面有一些是這個 競技場的這個挑戰 所以說就是你過了18張之後 又多了一個 可以獲得資源的管道這樣子 好了 那影片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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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